干娘 您还不知道 二哥回来了 本孝 本孝在哪儿 本忠 我问你 本孝在哪儿 可能在旅馆住着呢吧 不对 是万祥造房 齐小月 不管在哪儿 他怎么不回家来看我呢 他可能有事吧 他忙吧 是不是你不让他回来呀 妈 他现在是共产党 我是国民党 他又不是我手下的兵 我能命令了他吗 我管不了这么多 总之你现在赶快把他给我找回来 去呀 去不去 我不去 你 你适合活活把我气死是不是 妈 您真的忘了十年前发生的事了吗 您忘了他给了我一枪了 您想不想看看我身上的枪眼 您当妈的 您愿意认他这个儿子您就认 但我不认他这个弟弟 好 本孝 本孝 妈 妈想你呀 妈想你想的苦啊 妈替本孝给你赔个礼好不好 都这么多年过去 难不成你要记他一辈子愁 你们俩个是亲兄弟呀 本孝 好 本孝啊 什么 把戏台拆了 是啊 大太太就是这样说的 这个勇菊的脾气怎么就不能改一改呢 苏老板就要到了 不行 不是 我还得跟勇菊商量商量 他要是不同意 我还真不敢让苏老板进门哪 师父 怎么样了 没商量 那怎么办呢 能怎么办呀 大姐在外面拦着 动都不动 师父 要不七家 我们就别去了 那可不行 七家我们必须去 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 你知道吗 好不容易等到这次机会 我怎么能放弃呢 这次七家我必须得去 可是 大姐那么拦着 我们怎么办呀 办法总会有的 我想到一个方法 干娘 您别着急 大哥他一定会带二哥回来的 好闺女 干不不着急 我只是想我的小儿子 勇菊 干爹 气儿顺点没有啊 嗯 我知道 我想请苏老板来家里 你不高兴 来 老爷 我自己来 你不会又把他摔了吧 放心 我不会 还是我伺候你吧 这样比较保险 老爷 我想明白了 你不过就想听个戏嘛 又碰巧是五十大寿 这也是无可厚非 这就对了嘛 来 我赶紧把药给喝了 好跟你一块去迎苏老板 好好好 给我 勇菊啊你真是太通情达理了 是 哎哟 你 你 你果真又把他给摔了 你 你摔 你以为我张勇菊好糊弄是不是 我这还没有死呢 你就急着把苏若水迎进门了 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好 我就成全你 闺女 拿条绳子来 干娘 您拿绳子干什么 干什么 上吊 死了算了 眼不见心不烦 好让他跟苏洛水啊 去过他们美满的小日子 永菊啊 我跟你解释多少遍了 我跟那个苏老板 我没有非分之想 老爷 你说这话骗得了别人 你骗不了我 你这 可娘 可娘 老爷 老爷 老爷